經典長壽節目歡樂今宵 相信陪伴了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長 雖然節目結束了很久 但一群台前幕後的友誼 可謂千載不變 昨晚,超過200位台前幕後 聚首一堂參加聯歡晚宴 當中還有很多很久沒見的老朋友 像大病康復的余墓蓮 即將舉行演唱會的先導賴 當然少不了搞笑能手鵬哥和夏宇 鵬哥、夏宇哥 鵬哥,見到這麼多TYP的老朋友 會不會開心 當然會開心 當然會開心 我都不知道多久沒讓你訪問過 鵬哥也很開心 其實見到鵬哥是否也很開心 鵬哥那時有跟他聯絡 他生日我跟他賀壽 這麼朋友? 嘉華哥、嘉華嫂 是否特地在加拿大回來? 特地回來的 這麼高的日子不回來 大家見面 說實話三年零八個月都沒有回來 EYT那時經常跟EYT藝員比賽 記得八十年代時很流行一件事 就是在TVB裡那些 EYT藝員組、EYT藝員組 那些最好玩 恭喜你們結婚四十四周年 謝謝… 所以你們捱得挺辛苦 捱得挺辛苦 對,你知道我捱得挺辛苦 說回你們在EYT有沒有甚麼… 有,我們做過EYT 你們一起做嗎? 是 說回我們聽未必記得 我們唱大戲也有,合唱也有 我們那一套… MTV好像拍過 MTV… 在EYT那裡 我唱幻影 是她做女主角 無論厲害多厲害也好 都不夠羅蘭姐和修哥那麼厲害 連過九十都一樣健康精靈 這個聚會令我很多很多回憶 見過這個合作過 這個又合作過 真的… 還有那班舞蹈藝員 大家曾經跳過舞 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 今晚來到… 見過一個老友記 大家都十年八年沒見 是啊…